今天瑞芳警分局邀请瑞芳共辽双溪平溪区公所及铁路局消防局海巡署 基隆客运瑞芳立体停车场与易景民防中队 爪锋里守望相助队等相关单位召开万安46号演习协调会 会中对演习警力和民间单位部署及相关协调事项提出讨论 另外利用多元宣导方式加强宣传使民众了解演习内容 那今年的万安46号演习 北部地区在7月24号13时30分到14时 将实施30分钟的警报发放 疏散避难以及灯火相关的一个管制实作演练 那么今天14点特别召集相关的单位 来参加一个演习的协调会 瑞芳分局也特别呼吁当天也请各机关 学校公司团体场站及民众 当日配合警察人员及邪情名利指挥 前往避难处所实施避难 民众也可以利用内政部警政署的APP 来查到最近的防空疏散避难处的实施避难 在这边也要呼吁我们辖区内 所有的机关学校公司团体还有场站 在实施演习的当天一定要来配合相关的一个管制措施 那么也可以利用我们警政署的警政服务APP 或者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资讯网 来做一个查询本身最近的一个防空避难设施来进行避难 另外提醒民众若未能一规定配合将防空避难设施 开放民众进入及人车管制疏散等演练将先以劝导方式 而劝导后仍未配合的将引用民防法第25条 采取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还 介绍为瑞芳采访报道